你 于夕阳 作为救和我儿子的条件 就必须要拿你生的 双胞胎女儿中的一个 来跟我儿子交换 是吗 叔叔 小王 我会用我这辈子挣的钱来报答你 我就是作酒作马 我也会还轻的 叔叔 救救我的孩子吧 我求求您了 快起来起来秀华 于夕阳啊 咱们可是多年的好朋友啊 怎么能这样 怎么能换孩子 这使不得呀 秀华 我理解你的苦衷 你的儿子一定会治好的 奶奶说要救和我的孩子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秀华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 我公公公是什么人 你清楚啊 我这次做了子宫切除手术 不敢告诉他 他绝不会答应他们李家 在我这儿绝了后 他绝不会跟任何人说这件事 当初我们这个婚结得有多难 你也知道了 他们全家都不同意我结婚 这几个要不这么做 就保护住我这个家 我也是没办法的 你的儿子一定会治好的 真的 秀华 我不会跟任何人说这件事 包括我的丈夫 只要咱们四个人不说出去 没人会知道这件事 秀华 只能这么做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大夫 快来 叶小娥的孩子有危险 呼吸不稳定 心力也急剧下降 快走 孩子 现在要改变主意 还来得及 好吧 从现在开始起 我再也不会当医生了 这事已经结束了 一直需要想着 救孩子一命就行了 世上还有比这个 更重要的吗 难道 你永远让孩子 死在自己的怀里 也要守着他吗 你想那样吗 孩子生在 没有能耐的父母手中 已经够委屈他了 本来可以活下来的 结果硬是把他 揣在自己的怀里 万一死了怎么办 孩子会感激你吗 这孩子才是你的 我们没钱让他想 但只要好好爱他 把他当亲生的 抚养长大成人就行 咱就这么着吧 行吗 雨晓 不再是你的朋友了 我也不会再去他们家做工了 想要保密 最好再也不要见面 各过各的 妈 可是 我希望不再去 那天 你也太干了 你也没有 摄影 我 看 sociable 老的 说 你 先 好 我 这个 我 你 我 咱们就到你丈夫 打工的地方去 妈 对不起啊 爷 我好对你做的问题啊 让你受罪了 都是我的错 妈妈对不起你啊 对不起 天明天真不逆去啊 天明天真不逆去啊 的 你 我 穿上衣服也没个模样 一夜障目不见泰山 那是什么意思啊 不要光看你眼睛看见的东西 要想象 这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当这些用木棍做成的模特 穿上我衣服的时候 我就在幻想真正的模特衣架了 是啊 把这些四处要来的布染上颜色 然后呢 不用缝纫机 而是用手工做成的作品 就是著名设计师的作品 是这样吗 我们家雅飞可够聪明的 一点就通 你等着 等我成为著名的明星以后 我要给你买一个 身材一级棒的 真正的模特架给你 我还要给你买 实际上最贵的缝纫机 还要给你买 能按照姐姐想象的那种 着色很好的好布料 我真的什么都可以给你买 真的 你不信吗 一言为定 拉钩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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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飞 我就算想想 你已经觉得很幸福了 我 我还是很爱你 我还是很爱你 许杨飞 不许杨飞 我会又不来吧 欠我的钱 还想睡个安稳觉 没门 真 JK 正义呀 好好上课 您还得休息啊 千万别累着 俊涛叔叔要知道 妈妈生病了 也会担心的 知道了 我会小心的 路上小心 好的 去吧 正义 小心啊 好吗 不用担心 朴会长 您的太阳集团和我们世纪集团 要合作一个世界一流的项目 行行行 这正好顺应了中国大陆的经济趋势 我个人对这件事情非常乐观 比别人领前一步是很重要的 是的 是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合作能有个好结果 对 我是这么想 如果我们在一些细节上抓好的话 也就是说贵集团和我们集团 在利润空间上如果能够达到满意的点 那么这是我们双方都愿意看到的结果 那就让我们努力创造一个 双赢双收的好结果吧 是 是 是 朴会长这回从韩国来 好像除了这个项目之外 还有别的事吧 我是不是冒昧了 不该问 这事您是怎么知道的 朴会长 我们世纪集团要了解它的合作伙伴 还是会有些渠道的 人生在世七十余载 这次是解决我人生的一大难题来了 您能坦率地告诉我 您究竟遇到什么难题了 有机会我会告诉你的 朴会长 在中国你有什么事情 我一定帮忙 谢谢您的好意 我不是客套啊 我不是客套啊 听说 尼西夏有两个孩子 一儿一女 男孩多大了 他们俩一样大 双胞胎 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个龙凤胎 弟弟啊 比他姐姐晚出来就两分钟 那 他女孩配上了 谢谢你们 扭描 roasted 车 给那 一个 要 还 知道 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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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当然 没事儿 没事儿 灵丹妙药 姥姥 站住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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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站住 别跑 站住 别跑 站住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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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怎么办 你干嘛你 你干嘛你 你干嘛 你干嘛你干嘛 这带雪儿坐哪儿吗 你干嘛问这些 不用管 告诉我们 你们是公安局的 不是 我们不是公安局的 你们不是公安局的 为什么要盘问我这些 如果你们知道他在哪儿 赶快告诉我啊 他也欠我的菜摊钱呢 你们两位也对我的菜摊砸烂 应该费有责任吧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干嘛的 但是你们为什么要闯进市场 把我的菜摊砸烂 如果你们知道他在哪儿 告诉我啊 我要让他赔我的菜去 走 他们俩是干什么的 又不是公安局的 管他呢 那个家伙光会逃跑 我会上门找他的 太太都砸烂了 怎么办啊 没办法 想开点 人没受伤就万幸 我一定要找他 让他赔 你怎么知道他是谁呀 过日子这样那样的事 都是难免的 算了吧 姥姥 你说雅妃 她要是真的把钱花光了 不好意思回来怎么办啊 回回来吧 她也知道了 我都怎么要钱把钱花光了 我预备了 父母 你怎么办 我只需要妈妈 可真要吃了 她们给你皮蛋 那个儿子 您人家 没了 那个儿子 有什么 她可就算了 很伤心的 还有爸爸 他那么爱我们俩 他在建筑工地 来回的奔波 不小心摔伤 被送进手术室的时候 还惦记着我们 可是治疗无效 林祖勤我答应过他 要好好照顾雅飞的 白莲 好 感觉好 我不知道 从哪儿 能交利息的钱 爸 你一定要保佑雅飞 让他平平安安 能不能游戏 我感觉你这么说 你一招就一招就一招就一招 你还去哪儿 你这招就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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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您能不能打开 您好 您好 哪位呀 是俞玉瑶吗 对我是 您是谁呀 是我 我 叶秀娥的妈妈 谁 我 叶秀娥的妈妈 叶秀娥 好久不见了 还记得吗 当然 当然 怎么 怎么突然打过来电话呀 那个 孩子们都好吧 都好 孩子们都很好 都没有问题 你放心吧 是 是 就跟那样 那个 这么多年没有演戏 突然打电话了 对不起了 可是没有别的办法 那个 徐亚飞 徐爱莲的妹妹 秀娥的老二 突然离家出走了 怎么办 好啊 我得去北京找她 你要来北京 你别来 千万不能来啊 咱们不是讲好了吗 我们是不能见面的 这样吧 我帮你找好不好 求您了 你绝对不要来啊 好啊 约好的地点好像不是这儿吧 那个约定是三天前说好的 你不会忘了吧 我足足等了两天了 我有点事 所以没来 有事 你有什么事啊 你至少应该先向我道歉才对吧 是 对不起 我道歉 好吧 那我接受了 不过因为你闯了两次火 我再也不能信任你了 你现在马上赔我钱 所以马上给我 如果那样的话 我会十分感谢你的 两次火 我只是差牛奶钱啊 你昨天不是把我姥姥的菜摊砸得稀烂吗 你忘了 对不起 所以今天你要把那次的钱也赔给我 一起拿来 拿来 明天给你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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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要等你到明天 因为现在没钱啊 你看 你今天也没打算给我对不对 真是的 我明天一起给你不行吗 我等不了明天了 如果你今天再不给我的话 我等于足足百等了三天 我告诉你啊 你可不要把我惹急了 你要把我惹急了 我把你地址告诉那两个男人 所以你现在就给我 下午给我也行 小声点 一个丫头大清早干嘛这么乱嚷嚷 都把邻居吵醒了 你马上给我 好 今天下午给你报 你说个地点 朝阳川的火车站前知道吧 就在那 知道 今天下午三点 就那儿见 知道了 那你到时候再不出来的话 怎么办 不去的话明天你还会上门来炒不是吗 好吧 那你就在那儿出现 如果你不出现的话 小心我给你点颜色瞧瞧 哎呦 吓死了 你到底闯了什么祸啊 让人家那么追你 不关你的事啊 当然跟我没关系了 不过你欠我的钱一共是二百九十块 你要一分不差的拿来 等等 又干嘛 我家在哪儿 告诉他们的吗 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 不过呢 我已经快管不住我的嘴了 你可千万不要相信我 还是 你这个不守信用的人 只知道逃跑 所以我再也不能保护你了 到时候见 把我这么一个正常人说成逃亡者 还以为自己多可爱呢 有我 有我 有你吗 没有 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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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我一定要用很多钱 成为一个大明星 等我以后会还给你的 对不起了 姐姐 怎么被录取的人这么多 是不是全都被录取 就那德项还被录取了呢 他又还蛮帅的 就这点钱 德项珠珊我怎么熬啊 今天在哪儿睡啊 不知道学校怎么样啊 好想老了姐姐啊 不知道学校怎么样啊 好想老了姐姐啊 我得去北京找他 老师 您不舒服吗 回家休息一下吧 我有点偏偷偷 我过去休息一下啊 哎 好的 好 我去很小 让他过去吧 我去看我 不想看悲养 你为他 有她的 那些文字 发现了 你 你 我不想看你 我 我 年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 周末啦 今天放学早 再说 也好长时间没来看你们排练了 你什么时候学的贝斯啊 你以前不是弹吉他的吗 好棒啊 说说话 见到我 是不是好高兴啊 高兴就说出来嘛 说出来就那么有损你形象嘛 不至于吧 走吧 一块儿去吃东西 走吧 走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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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 好 看我们走了啊 走了啊 回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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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回吗 为什么偏偏你今天这么想回家啊 你以为我想回家啊 还不是因为你 天天跟我叨叨什么 别让爸妈担心之类的话 所以我才会回的 看电影吧 今天爸妈看京剧去了 吃晚饭才回来呢 干嘛呀 怪不好意思的 我的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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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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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我们回来吃的饭 上哪儿去了 今天殷龙也不知道怎么了 他特别想去图书馆看书呢 我们俩一块儿看书来着 真的吗 真的 看得怎么样啊 当然了 看得可好了 好啊 那就上楼睡觉去吧 是 拜拜 是 今晚再来看电影的事 别跟别人说啊 走了 谢了 站住 好 克服强迫症导致的难读症 患者自身的意志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你一定要让心态保持平和 现在开始把自己要读的字或单词 一字一句地慢慢地读出来 并且努力理解那些字词的含义 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两个孩子 怎么就能那么不一样啊 那小子只比礼解晚出生了两分钟 可他的所作所为 怎么像晚出生了二十年子的 席吃完粉腾 哎呀 其实又好了 你还住在那儿 你还住在那儿 你看这儿 就只能赶着箱了 我以为你敢反省的话 你还不得了 妈妈说会早点回来 这下怎么办 要是不熟瑜 那个丫头会追到家里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现在可不能回家 那些人到家附近了 什么 怎么会呢 但好像还不知道具体是哪家 那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咱们今天最好先别回家 今天是星期六 公共汽车间隔时间长 咱们还是先去客运站吧 好 走吧 走 这个大坏蛋 这个又不守夜 我还以为他不会来呢 你不及时大坏蛋 又不来 你过得还好吗 偶尔也想过我吗 曾说过的 说过的话 不会真忘了吧 只赶你杯酒吧 怎么却更想你了 一直看过最美丽的花 也已凋谢了 那就这样断了吧 算了 那就这样忘了吧 放不下 就像我 密密麻麻 是爱你的代价 那就这样伤了吧 心啊 那就这样伤了吧 拼命成交 只留下 狠心的一只花 梦想一波 梦想一波 痛啊 痛啊 你真的肚子不饿吗 妈妈看你吃饭的样子 妈妈就饱了 您只是精神上吃饱了 妈妈的肚子现在一定在说 哎呦 光看不吃怎么行啊 哎呀求求你了 吃一点吧吃一点吧 妈妈的胃好幸福啊 竟然有人给她代言了 是啊 为了让你有更安定的生活 正想着要去马俊涛叔叔那儿 可是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妈妈觉得对不住你 让我的张胜过得那么累 妈妈你不要这么说 我没事的 张胜 你心里要是难过 一定要对妈妈讲 我真的没有事啊 只要能保护妈妈 不管搬多少次家 和躲避那些追踪我们的人 我都无所谓 啊 张胜 就当是跟妈妈约会好了 而且这么惊险刺激的约会 我想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 一体回到的吧 张胜啊 头发长了 回家妈妈给领发 嗯 好 好 怎么还没回来啊 为了那么一点钱 不至于逃跑吧 嗯 看来 他不一定助长 一定是骗人 分明就是没有人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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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那个可恶的家伙 你要放我几次鸽子啊 约定是要遵守 才会去约定的 嗯 又不止一次 嗯 你等着吧 我要以牙还牙 我讨厌 越想越生气 太不把握当回事 三分五次分我个人 你马上给我 好啊 今天下午给你 说个弟弟 嗯 嗯 朝阳川的火车站前 你知道吗 就在那儿 知道 今天下午三点 就在那儿见 知道了 那你倒是再不出来的话 怎么办 不去的话 明天你还会上门来吵 不是吗 嗯 你个坏蛋 嗯 嗯 嗯 等了很久吗 你还有脸问这个 等了多久啊 啊 不算 火车站前 那几个小时 我还等你等到半夜呢 你是个丫头 真不知道珍惜时间 什么